苏打饼干好吃吗 是吗 就是那个苏打饼干 我准备送给我的女朋友 难吃 很难吃 而且 谁送女朋友离物送苏打饼干 我走了 我走了 吃醋 吃醋是个好现象 本来 可以变本加厉了 吃醋 苏维安 我不会再逼你做任何决定 你有很多时间 慢慢想清楚 如果哪天你决定回头 我永远都在你的身后 实验室的大门 永远向你敞开 基因缺陷 我代表 你不能拥有 正常人的人生 一切 你们的尽力 你都在锈晓 你这身上 经历你受感无人的 我肯定是想 거대了 你这身上人的 在这身上 身上你的身上 你身上的皮肤 在光临 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和我在一起 怎么了 喂 温章 不行 气道梗组太严重了 给患者上膝弹 快 你 那三粒动脉瘤的破裂 产生了不良事件 也不严重吗 你所提及的这位患者 已经主动地要求 退出了药物实验 明明是产生了动脉瘤破裂的 不良事件之后 才被安排退出药物实验的 这就是自愿退出协议书 你也可以来确认一下 看看上面的签名 是不是患者本人 和直系亲属的亲笔签名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你照顾我姑姑 你 能不能说点别的话呀 我不想听你说谢谢 我觉得李医生也挺好的 是啊 李医生是挺好的 但是他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嘛 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呀 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呢 强词多利 是啊 李婉童哪儿都好 家世好学历好 长得也漂亮 样样都拿得出手 最重要的是 人家喜欢谁就直说 从来都不会藏着掖着 不像某些逃兵 那你能不能放过逃兵啊 李医生 李医生既然这么好 你们在一起 不是皆大欢喜吗 松手 他好是他的事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是说了 何以后 你不想要去做 不想要去吃虑 老太太 sensible了 我只想要自己做 乌云 你不想要去做 什么都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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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E吧 你和姑姑一起吃 你到底想干什么 就是早餐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西红柿煎蛋面 我怕坨了 所以做得干拌 是我上这书的不够明白吗 顾医生 麻烦你不要再给我 这种没有意义的关心了 我对你的关心 就是没有意义的 温教授出去开会了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一样的 这是我整理的 不良事件报告表 里面还有病历 如果方便的话 您帮我选交给温教授 你一直这样推开我啊 有没有想过 如果那一天 意外比病痛深的 我先离开你了 你会不会后悔 没有和我在一起 小老板今天早上 去呼吸内科会诊 从一个患者的摊液中 检测出了鼠疫一二三菌 现在住院部的 枕栋楼都被封锁了 只许已经不许出了 废鼠疫 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不知道 大家喜不喜欢彩虹 总之 对于我来说 彩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想借这个机会 把我心目中 认为最美的彩虹 送给你那个 最特别的彩虹 太多了 帅气 太多了 幸运 我心目 我不再记得自己 暂时哭 我盼着很久 和你喝 聊着 我的 依旧 看来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运气确实会好很多